一百五十集 二丫头啊 想得很周到 你记得先问四郎和松老先生 用过早膳没有 李默默恭敬地笑着应试 去了外院 不一会儿 她折回来禀道 四老爷和松老先生等 都已经用过早膳了 四老爷说 松老先生早上和他有事 要出去一趟 但用过午膳了 松老先生才会回城 让您呐 陪松夫人坐一会儿 也就是说 这个宋僧还要在家里 旁横半天 周少锦有点怕 这个孩子的馋劲了 她道 知道四老爷和松老先生 去干什么吗 李默默笑道 四老爷雇了艘船 说是要和松老先生 到前堂将的江心里 去量什么水 得呀 要半天的功夫呢 这肯定是 自己公公的主意 宋夫人此时 恨不得消失不见才好 周少锦 却松了口气 哦 就在附近呢 这就好了 她原来还想让吕嬷嬷帮着跑跑腿 想到刚才自己情急之下 有些愉悦地让吕嬷嬷给城池带话 决定还是让春晚 去给她跑腿好了 郭老夫人则和周少锦 想到一块去了 她请了宋夫人和她一起 见宗家的女眷 宋夫人怎么好意思 继续待在这里 她忙道 我昨天晚上啊 一宿没睡 就怕僧哥给您惹麻烦了 我就不陪着您逛院子了 我把僧哥带回去呀 和他说说话 郭老夫人没有勉强 宋僧也没有像昨天那样的哭闹 给郭老夫人和周少锦 行过礼之后 就随着宋夫人 回了客居的厢房 四出 宋家的人一约而来 周少锦悄然吩咐春晚 你让厨房做些茶点 给池舅舅和宋老先生送去吧 我看宋老先生 是一个爱茶的人 他们要在船里待个一上午 他们呢 肯定会一起喝茶的 春晚去了厨房 正好有为招待宋家女眷 提前做好的菜点 春晚装了一些 让人送去前塘江边 然后去给周少锦回了话 宋家老安人带了七八个女眷过来 有的三十出头 有的二十四五 还有两位小姐 一个十八岁 一个十五岁 而且每个人都给她准备了 非常贵重的见面礼 她正忙着认人 文言也是忙中偷闲地 嗡了一声 很快地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 程池和宋敏 稳稳地站在一艘乌鹏船的船头 看着临船的秦子平等人 照着他们的吩咐 反复地将木板放在江面 拿着怀表对照着木板 从上游流到下游的时间和距离 站在他们身后的黄怡君 小声地嘀咕道 这样就可以算出水流的大小吗 可是测出了水流的大小 又有什么用呢 反正每年八月十八 都是前塘江潮有最大的时候 从古至今都没有出过错 就算是算出了会提前几天来潮 但八月十八这天都会有潮涌 不过是大小不同的区别 又有谁会注意到这些呢 昨天晚上喝酒喝得好好的 宋老先生和程子川 却突然决定去前塘江的杭州湾 看一看 他受了姐夫的委托 一定要平安顺利地将宋敏请到京城 他也就只好放下筷子跟着他们一起去了杭州湾 宋老先生和程子川围着杭州湾走了大半小 他坐在一旁 看的是上眼皮和下眼皮打着架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等到被程子川的随从摇醒的时候 天色已经大亮 宋老先生和程子川又立刻赶回了白阳村 那个秦管士更是不知道从哪里 找来了几艘乌棚船 他们草草地用过早膳 就蹲在了这乌棚船上 然后就是看着那个秦管士 照着宋老先生和秦子川的吩咐 一会儿把块木板从这船漂浮到那船 一会儿从那船就漂浮到这船 秦管士则拿了程子川的怀表 在那里看着时间 宋老先生则没有一点超一品大员父亲的样子 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老头似的 自程子川将那块掐丝法郎的怀表 从衣袖里掏出来之后 他的双眼就像粘在了那块怀表上似的 还沿着脸问程子川的 这怀表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呀 素不知像这样的怀表虽然稀罕 可在京城的东直门外 却是也有卖的 而且姐夫就有一块 平时就放在裤里 姐夫很喜欢的样子 但宋老先生是姐夫的父亲 他要是开口 姐夫还能不给他不成 这样眼巴巴地盯着人家的怀表看 也太没有面子了 这都不说了 当那程子川说这是从西洋人手里弄来的 还承认说给他也弄一块的时候 宋老先生的那表情 说是感恩戴德也不为过 甚至屁颠屁颠地 称起程子川为程先生来 这要是让姐夫听见了 这脸可往哪里割呀 难怪姐夫无论如何 也要把宋老先生 请到自己的身边的 而他们这样 看着那块木板飘来飘去 已经快一个时辰了 什么时候才算完呢 太阳照在江面上 天气格外地炎热 他头昏眼花 恨不得立刻就下船 但宋老先生正和程子川玩得高兴 他又能说什么呢 黄怡君看着城池年轻的面旁 小声地嘟弄了几句 因为声音太小 大家也就没有听清楚 他在嘟弄些什么 在旁边服侍的朗月 就翻了翻白眼 这个黄怡君 刚开始的时候 还挺谦和的 可后来发现 四老爷不过比他大五岁 他还是秀才 四老爷却已经是近视了 他就开始有些不自在了 等到宋老先生 要和四老爷平背而交的时候 他就开始有些风中凌乱了 好像宋老先生和四老爷平背而交 是件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一样 不过 这也不能怪黄怡君 他一看就是一个老实本分 循规倒具的读书人 自然不能理解 四老爷和孙老先生在干些什么 朗月颇有些同情的道 黄公子 您要不要到船舱里去坐坐 外面的太阳太大了点 也好 黄怡君思量着 反正宋老先生也不需要他了 他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 那就有劳小哥了 他客客气气地道 由小舟奋力地划了过来 成池和宋敏不约而同的舟美 那成池更是吩咐身边的随挫 去问一下 那是哪里来的船呢 让他们改道走 宋老先生也道 他们这样会影响木板漂浮的速度 我们不知道要多花多少时间呢 成池面沉如水 有灵敏的护卫 对着那个小舟就喊了起来 你们是哪里来的 我们在这边有事 船能不能靠着江边走啊 小舟里的人却笑道 秦总管 小的是宗家别院的 奉了老夫人之命 来给成老爷和宋老先生送茶点的 秦子平朝成池望去 成池苦笑 秦子平忙收拾了东西 派人去把东西接了过来 送到了成池的乌棚船上 成池朝着宋老先生作医 无奈地道 哎 看来我们只能喝完这茶 再继续测水流了 宋敏哈哈地笑道 这家还是老的辣呀 他老人家若是不拆人送茶点来 你恐怕会这么一直在船头站到回程啊 他说着感慨道 你呀 也不要嫌老夫人麻烦 老夫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很不能一天之间走遍我朝大川大泽 家里有什么事总是不耐烦 觉得他们是拖累 等到我那发妻不在了 这身边再也没有个唠叨的人 也没有人管我了 我反而觉得这心里头空荡荡的 没有个着罗似的 哎 这说来说去呀 人呢 走到哪儿都需要有个家 啊 家里头 有等着你的人 有惦记着你的人 这人活着才不会觉得孤单 不过啊 我现在说这些 你就算是听进去了 也未必有体会 要等你年纪大些了 有了经历就明白了 城池没有作声 他垂着眼瞼 望着黑漆红底 撒进海棠花掌盒里 整整齐齐地 马放着的云片糕 桃酥 玫瑰糕 萝卜饼 十锦蜜饥 像要逃避宋敏的话似的 心思逗然之间飘得很远 这点心肯定不是母亲帮他准备的 母亲若是帮他准备茶点 一定是新鲜做的 这种在外面铺子里买回来的云片糕和桃酥 肯定不会放在档盒里 城池的脑海里 就浮现出一张精致的小脸 水汪汪的眼睛 眼巴巴地望着他 满满的全是信任 仿佛一只急于得到主人表扬的小猫 他只要拍拍他的头 他就高兴好半天 家里除了母亲 也只有他能指使得动 那些仆妇了 他喝着茶 把档盒里的点心 都尝了一个遍 最后吃了萝卜饼 宗家别院 周绍锦端坐在 郭老夫人的下手 笑着听宗老安人 和郭老夫人宋夫人说话 而宗家的老安人 见周人之间 又多了一个郭老夫人 不知道有多兴奋 说话都有些打颤起来 那份奉承劲 让并不常和人应酬的宋夫人 手足无措 很是不习惯 还好有郭老夫人在一旁待着 他这才渐渐地恢复了常态 宋夫人不由地朝郭老夫人 偷去了感激的一撇 他在京中之所以不常出门应酬 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宋锦然的结发妻子 在京城湖广集的官宦之家中 有着贤良淑德的名声 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他不善于应酬 别人总是拿他 和宋锦然的发妻相比较 他越发地不敢出门了 在郭老夫人这里 没有了对比 他觉得应酬也不是一件 让他紧张惶恐之事了 气氛很快变得轻松起来 宋老安人热情地请郭老夫人 和宋夫人去家里做客 郭老夫人婉言谢绝 只是说城池明天还有安排 邀请宋老安人有闲的时候 去金陵做客 宋老安人自然是满口答意 在别院用过午膳 宋老安人以为 郭老夫人还要招待宋夫人 很有眼色地 带着家中的女眷告辞了 宋夫人送了口气 城池和宋敏回来了 别院又忙了起来 小四们端了水进去 服侍两个人梳洗 厨房里重新值班宴席 宋夫人收拾东西 准备跟回杭州府 至于周少锦 直到城池把那萝卜饼都吃了 笑弯了眉眼 让春晚去打赏了厨房 春晚的 我们要把这萝卜饼的方子 寄下来带回去吗 嗯 当然了 周少锦笑道 我们明天就再做一点 看老夫人喜不喜欢吃 到时候啊 就可以让寒碧山房的厨房里 照着做了 春晚连连点头 帮着周少锦摸摸 宋夫人来向郭老夫人辞行 依依不舍地打 也不知道公公是什么打算 若是能和老夫人同行 那可是我的福气呀 从来没有人像郭老夫人这样 指导过她怎样的接人待物 她今天学到了不少 郭老夫人却无意和他们同行 笑道 这得看哪 你们家老太爷的意思呀 宋夫人连连点头 真诚地邀请郭老夫人 去京城的家里做客 郭老夫人应下了 两个人离别了半天 谁知道城池和宋敏 却久久没有出现 郭老夫人愕然 让人去打听 原来城池和宋敏 用过午膳又钻进了书房 大半个时辰也没有出来 这下不要说是郭老夫人了 就是周少锦也奇怪起来 石舅舅和宋老先生 这是怎么了呀 宋夫人茫然不知 宋敏高声的道 周姐姐 我知道祖父在干什么 他肯定和城市书在算算数呢 祖父告诉我 如果想治理水患 就要知道水流的有多急 想要知道水流的有多急 就得学会算数 祖父肯定是看见 前唐江的潮涌 恰点把人都卷走了 所以算出数来 好让父亲治理水患 让前唐江不再每年都发生潮涌 让前唐江不再每年都发生潮涌 不说别的 首先这天下的文人骚客 就要把宋老先生给骂得狗血淋头 宋森天真无邪的同言同语 让郭老夫人和周少锦捧腹大响 宋夫人红着脸去捂宋森的嘴 宋森却一扭头躲到了周少锦的身后 宋夫人伸手就要去拽宋森 郭老夫人却笑道 小孩子童言无忌 宋夫人就不必责怪她了 宋夫人只好迥然地作罢 郭老夫人就拆了吕嬷嬷 去看城池和宋老先生在干什么 并笑道 说不定啊 还真让僧哥给说中了呢 宋森肯定得到 嗯 祖父肯定在算数 周少锦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大家重新坐了下来 吕嬷嬷回来笑着病倒 哎哟 还真让宋少爷给说对了 四老爷和宋老先生啊 围着大书案 一个一头的在算数呢 听宋老先生的意思 如果明年复春江的有大水 潜塘江的潮涌肯定没有今年壮观了 宋老先生邀了四老爷 明年呢 还来潜塘观潮呢 好啊好啊 宋夫人高兴得到 这样啊 以后我们两家就还能见面了 郭老夫人微笑着点头 到了有时 宋老先生等人若是还不回城 就又要在宗家的别院歇一天了 承池和宋老先生 这才一游为尽地从书房出来 宋老先生还反复地叮嘱承池 你别忘了 也给我弄一个像你那样的怀表 啊 他走得可真准呢 承池笑着硬了 对宋老先生道 我说的话 你也仔细考虑考虑 朝廷已经有十年没有治理江南的水患了 而淳安等地却水患频发 最多两年 朝廷肯定会整治河宫 老先生何不把自己平生所得写书勘印 让后人也知道如何防患水患 如何修理河堤呢 宋敏却是神色未暗的 啊 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毕竟是交浅延伸 城池虽然可惜 却也尊重宋敏的决定 他亲自送宋老先生出了别院 然后转身去了书房 一个人在书房里 算到了打了二根骨 这才歇下 郭老夫人就吩咐大家 不要吵醒了城池 本集到此结束 欢迎收听下一集